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25號禮拜一 為您播出的新台灣加油 我是代班主持人王時期 所以你沒有看錯 我沒有做錯位置 因為貴亞家裡面有事情 所以今天暫時由我代班 明天就把貴亞還給你 好不好 我們今天節目內容很豐富喔 首先要來關心的是 我們黨議員陳崇文 他被指控圖立監視器業者台志光 結果引爆了柯蔣兩個前後任市府大戰 柯文哲是嗆聲說 在我任內編了4.6億可以執行 為什麼蔣市府你要編到5.5億元呢 那麼蔣市府團隊則是說 你柯文哲簽訂了三妹2200塊的費率 究竟怎麼訂出來的呢 為什麼找不到當初簽約的書面記錄呢 而且更起人疑鬥的是 這個柯文哲一邊炮轟台志光 然後任內卻持續的跟台志光簽了 好多好多個協約 不是啊 你柯文哲說我忍台志光忍了8年 結果你約一千載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今天要為你抽絲剝繭 另外還要來持續關心的是 這個基隆的拆樑行動 連署行動呢 13天來到了7000份 現在這個臉書社團基隆宇就嘲諷說 謝國良有三寶 那個謝是謝任的謝 謝國良有三寶 草皮沙發辦超寶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稍後我們節目也會有詳細的解析 另外這個立法院的交委會審查 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 傅崑奇今天很大聲耶 拍桌大罵交通部長王國才 他說國會審議輪得到你們這些官員 說三道四嗎 講得好像傅崑奇現在是執政黨一樣 國民黨真的好大喔 違憲的疑慮難道不能質疑嗎 好 開始更多討論之前 趕快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17主持人大家好 再來歡迎的是 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林世忠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樣台北市議員歡迎阿苗苗苗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的是 我左邊的資深媒體人王瑞德 大家好 還有民進黨的台中市議員周永宏 17號 大家好 待會還會有很多人 陸續加入我們節目 像是什麼議員之 黃敬平 還有基隆市議員張浩瀚 待會也會陸續加入我們的討論 一開始我們當然要來看 前後任台北市政府 哇 現在吵很兇耶 你罵我 我罵你的 事件的還原一開始是 柯文哲 他有PO一個臉書 關於台北市監視器的弊案 請講萬安 你給我面對事實 我當初預算4.61呢 你為什麼要編到5.5呢 然後呢 我當初為什麼會是3妹2200 是因為你們好農兵啦 國民黨當初訂的1妹的費率760 3妹乘以3 2200 這個妹數可以這樣子算價錢的嗎 用直接懲罰 好 他這樣講 然後他還說 我跟你講 我最後一份公文 我裡面就寫得很清楚啊 留待下任市長 你們自己下任的市府團隊 你們自己去處理 我要請教瑞德哥 你怎麼樣看這個案子 剛剛我講說 柯文哲也PO臉書 我最後一個公文我就已經講了 我明明是4.6億 你自己給他調5.5億 而且你們那個好農兵 1妹多少多少錢 我3妹 所以直接乘以3喔 對 沒錯 可以直接乘的喔 我不知道他的數學老師是誰 但是我今天真是密實明告啊 他現在跟你講說不是啦 什麼2200 2280塊是不是 還是2200多 他們有比較便宜便宜啦 便宜的這個 3.5% 直接把後面的打折了 變成2200塊了 我告訴你啦 那柯文哲很可笑 為什麼呢 如果按照柯文哲的標準 我直接還你啦 垃圾不分藍白 很簡單 我直接還你 按照你的標準嘛 按照我是按照你的標準還你嘛 為什麼 你們現在彼此在那邊互相指責等等嘛 結果經過了今天 那麼台北市長蔣萬安下令 各局處把2017年柯文哲跟台志光的紙約廢除 我們才赫然發現原來可以廢除喔 對 原來紙約 就2017年的這些可以廢除喔 那可以廢除 過去這幾年來 那個2022年 你派到要死 我現在這樣 哇 很困難 那個柯文哲那你為什麼不廢除 他不是忍八年 對 不是啊 不錯啊 他你2017年還跟他簽紙約 還把這個市警局 一萬四千多個監製器 各局處優先跟那個台志光 我到昨天晚上才知道 經過民進黨的這個台北市議員 去查了以後才知道 柯文哲的最後一年 他還給台北市政府 還給這個台志光16個標案 然後整個8年對不對 8年總共47個標案 19.71 我不懂啊 柯文哲一直咬這個講話安說 你為什麼 我任內的4.6億 為什麼到你任內是5.5億 我跟你講 如果編得是有問題 是不應該的 4.6億也不應該啦 為什麼4.6億就應該 你知道嗎 而且2014年12月25號 柯文哲就當選台北市 這個等於說台北市長了 然後在隔年 我去查過 在隔年的這個 等於說 隔年的大概是6月的時候 我們在場有一位 民進黨的 臺北市議員 市中議員 很不像話 就馬上質詢了 我去查出來 他不像話 不是我不像話 不是 林市中 他是前台灣第一個 點出是誰 點出高玉仁跟這個 等於說 包括高玉仁跟貴檔 你知道嗎 就點出來 而且只指這個case 是圖利 懷疑好是否圖利 台志光 他在2015年的時候 6月9號的報導 而且報導的記者 我們都很熟 叫邱明玉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那時候就講了 而且當時就有 這個等於說 柯文哲旁邊的幕僚建議 把他打成第六大 第六大弊案 那麼是五大弊案 對對對 把這個案子打 第六大弊案 是你柯文哲不肯 那你柯文哲為什麼不肯 最近不是在講 柯文哲昨天我看他 在媒體面前承認自己 跟現在被收押的那個陳重文 非常好 我今天聽說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陳重文生日 柯文哲親自到他家去祝壽 我今天聽其他的 這個台北市議員講的 好到這種程度 柯文哲自己承認說 跟他很好 跟他很好 你生日 你們兩個議員生日 市長有去祝壽嗎 沒丟東西已經不錯了 你說我不曉得 他生日他在家裡 可能會做一些事 所以問題來了 對不對 這是國民黨的議員 告訴我們他們好到那個程度 柯文哲怎麼講 如果我當市長 他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我聽了這句話 我聽不懂 我聽了這句話怪怪 第一 如果柯文哲當市長 就不會陳重文 捲入這個事情對不對 然後又有 是不是有收人家錢的事情 還今天被收押 這從好處想是這樣 從壞處想 從其他的角度想怪怪 這句話聽起來怪怪說 是不是就不需要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不需要另外去 等於拜託還是幹嘛的 重點來了 我發現民眾黨從這個過去當過台北市副市長 還有當時台北市議員的黃珊珊 到今天現任的民眾黨的台北市議員 他們都 他們等於說怎麼講 他們統一的炮紅的方式都怎樣 炮紅的方式都是2017年 2017年柯文哲訂定了 這個所謂的3M22022以後 為什麼你們還要增加到9000萬的預算 奇怪 那我問你 2014年你柯文哲上任就知道台智光有問題 為什麼八年你都不辦 然後他們這幾個人 民眾黨這幾個人 還有臉在那邊講說 那你把這個紙約的會掉 把台智光跟柯文哲簽的紙約把它會掉 那你講完為什麼不至於要會母約 講得好 那你當年當八年市長 你為什麼不廢 後來就加一條說不能廢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它廢掉的話 到時候他跟你斷了那個網路的 那你怎麼台北市民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必須被人家掐著脖子 任人宰割嗎 台北市民有錢 都因為這樣子嗎 一年四億五億任人宰割嗎 所以這是有問題的你知道嗎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查到底 還有 這件事情陳從文不是第一個 後面前面還有 所以檢察官跟連這組全部查出來 我相信資深的 我相信林世忠議員一定很清楚 資深的台北市議員大家都知道 台志光是誰的好朋友 在議會裡面是誰的好朋友 當然合法的政治先進 那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貪污的話 就要注意 為什麼 就在今天最高法院定驗 六都有一個議員拿人家二十萬 去關說緩差違建 今天判七年六個月定驗 大家卡尾收到齋 請教定語委員 因為我看到他在面對賭訪的時候 他講得厲害 我們都做過冰淇演練 怕不怕 他常常做很多演練 但是我跟你講 台志光這個案子 讓我的人生陷入一個 像麻花一樣交雜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柯文哲講的有道理 有時候蔣萬安李四川講的有道理 就是兩邊都有一部分的道理 然後永遠講不清 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100億的真相 台志光這個案子 在2012年有好龍斌市政府跟台志光簽了25年的合約 每一年保底 保底就是我不管怎麼 我保證你這支收四億 保底四億 這樣25年就是100億了 當時中華電信什麼都輸 就是台志光 還要提供一大堆包含 他沒有錢要搬銀行借錢 要提供所有的服務 那個叫做不平等合約25年 保底四億 好 那接下來到柯文哲 柯文哲說法是說 他8年來早就看不順眼了 對啊 覺得藍綠都在吃錢 我坦白講誰吃錢就講誰 這件事情你講藍講綠 你不如講清楚 至少我看到裡面公務人員 配合在維世的是民眾黨執政下的 台北市政府的員工 你知道他講的兩件事情 我覺得蔣萬安李四川的回籍是對的 他一個講什麼 最後一份公文對不對 你該唸那一份 我有講留待下任市長定奪 對啊 那你留待下任市長定奪 你2017年 你跟台志光簽什麼合約 你跟他簽約 一支監視器 三妹的每個月要2200元 結果一般企業用戶 是每支每月三妹 是1761元 這一差就從4億6變5億5 差了快1億 這個約誰簽的 是你柯文哲簽的 你簽了合約 現在跟說 我在公文上面寫幾行字說 那個下一任 下一任市長定奪 有人這樣嗎 第二個 他說當時他要簽這個約 是因為台北市議會 就通過一個附帶決議 要他什麼兩妹三妹等等 台北市議會的附加決議 等於建議 你什麼時候那麼乖聽話了 我舉個例子 雙城論壇 台北市議會也加一個附帶決議 說如果基建持續落臺 就不能辦上海台北的雙城論壇 有啊 就他照辦啊 照辦花了170萬吧 100萬 花了100萬 那時候說明明附加決議是 如果中共基建持續落臺 你不能辦這個雙城論壇 就他辦了沒有 辦了啊 佩奇的存折拿出來 就佩奇把存折拿出來 現在那條錢變台北市政府的呆帳 我的意思說 台北市議會的決議 如果有強制力約束力 或者你非聽不可 你雙城論壇可以不聽 為什麼台志光這影響百億的事情 你非得繼續簽那麼多紙約 所以這一點 蔣萬安 李氏川講的有道理 是柯文哲沒理 可是回過頭來講 當年郝龍斌的25年的不平等合約 一直到蔣萬安 好奇怪 蔣萬安你為什麼去議價就 變了2100塊 只省100塊 明明1761跟2100塊 還是差了幾千萬 這時候是柯文哲跟蔣萬安說 你為什麼多花幾千萬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個 我坦白講台北市 國民黨的黨部主委 跟台北市議會的黨團 書記長王興宜 你們是在害蔣萬安嗎 蔣萬安為什麼不要開臨時會 開案 虐童案可以進來說明 這一個台志光案 人家要互嫁 對 就台志光這個案子 跟蔣萬安的牽連 相較前兩任市長 郝龍斌 柯文哲 他牽連最少 他可以進來大大方方說明清楚 就把一大堆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擋在外面 不讓他們進去簽到 讓他留會 保護蔣萬安成這樣 你以為台北市民 或者我們國人看不見嗎 所以這整個事情 就是一個不平等合約 而付出代價的人叫做台北市民 對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市中議員 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看起來說 我都對 你都錯 你蔣市府都錯 可是明明當了市長八年的人 是柯文哲 如果他覺得台志光有問題 為什麼還要簽這麼多的紙約 而且兩千兩百塊到底是一個合理的價格嗎 柯文哲市長 第二任是做市長看總統 台志光這個案子是一個有預謀 而且極其二職 而且是一個共犯結構上中下的 一個圖立的 現在可以講是弊案 已經現行了 那郝龍斌他首當其通 他是最主要的罪魁禍首 我跟各位報告 在民國一百年 郝龍斌他就試圖要讓台北服役 變成光牽入府 那就所以就跟台志光有所牽扯 光牽入府 結果光牽入市府 我這裡有一個內籤 這是從來都沒有曝光過 郝龍斌在一百年的九月份 就牽了一個內籤 他們先把光牽 道府 台志光 定調為說是服務台北市民 而且是不賺任何錢 因為裡面的評估 就講得很清楚說 經過團隊評估以後 他們可以讓台北市民 享受至少三十六萬戶以上 享受到便宜的光牽 那就一年可以讓市民 尊敬四億元 那就可以讓台志光 能夠來服務我們市民 就定義說它是不賺錢 做公益就對了 所以我們要大開方便之門 我們要先免它的管線費用 管線費用是一公尺 一公尺1.2塊 一年要六千萬 現在已經免費五六億了 同時要保障它的市場 再來要讓它的管線的所有的掛鉤 讓它優先 然後其他的電信業者 都要先什麼旁邊去 王爺來就對了 最主要他要退出經營權 市府要退出監督 然後讓它是獨立經營的下 獨厚台志光的所有的 可是如果簽了這個內簽 但是台志光並沒有服務台北市民 是 那這個內簽你看 這是100年10月27號 龍斌 好龍斌簽的 可是他的光線並沒有到家戶 是 那這個內簽 就是代表好龍斌始作俑者 獨立台志光的重要證據之一 隨著100年10月27號以後 在101年的1月份 就正式的合約 就跟李慶興 李慶黃 正式簽台志光 現在我們看到的合約 所以這個在先 簽約 母約在後 這是100年9月 還有100年9月 他就跟台志光簽 但是裡面有關 台志光的應該服務的 市民的權益 他全部把它刪掉 哪有這樣的 所以在主約裡面 全部都是傾向台志光的保障合約 就定義說25年把台北市所有光線 任何局處的經營權 全部一手讓壟斷給台志光 我從柯文哲上任以後 無論是便當會或是正式質詢 不下大概十幾次 我都公開用不同的點 我都點出來台志光 以及所有資訊局不合理的匯率 以及所有包括機房整個建設的不合理 但是說十幾次 我想他有聽進去 但是他聽進去的過程當中 他毫無作為 為什麼毫無作為 毫無作為 對 為什麼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我就下公文給他 我說我在104年就提出來 那你要先把台志光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三價減價 結果他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我們又在105年 我又開記者會 我又開記者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說他能夠 他能夠當成第六弊案 但是那個政風處 弄出來給我了 他說沒有 不合理 也不行 那在108年 我又繳警察局 資訊局來開 說明會以及專案報告 說要把台志光解約 其實台志光在主約裡面 不是解約 我們可以合理接管 合理接管 合理接管就是說因為他除了 因為他在主約裡面 他聲明 如果他沒有達到用戶的百分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 或是說他有瑕疵的話 我們就可以接管 當初柯文哲就毫無作為 那我跟各位報告 台志光他背景 他背景有多硬 我在105年 104年4月開記者會 馬上我就連續收到 我就連續收到 高玉仁的所有的純正信函 叫我向他道歉說明 而且追殺我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所以朱立倫他要撇清說 台志光以及富華投資 跟他們家族沒有任何關係 他說退股了這樣子 因為獲利了結當然也退股 退股要看什麼時間點 看什麼時間點 所以我雖然開記才會 他就雖然出發給我 給他警告 說叫我倒閉 所以可想而知 這是一個已經預謀好的 大型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弊案 而且25年能夠 籠罩在台北市裡面 現在不只影響到市府 整個運作跟市計 甚至延燒到我們台北市 整個議會裡面 人心惶惶 那這個 郝龍斌要負首要責任 柯文哲更要負次要責任 那現在的蔣萬安 更應該負起 現在他當台北市市長 應該要負起的善後的責任 所以剛剛按照市中議員的講法 就是說其實在過去這些年來 他不斷的 向市政府提出各種的質疑詢問 警察局 各個局處都跟他說 OK的 沒問題的 那你柯文哲在那邊講說 你忍八年是怎樣 你每個局處都說 我很OK 好 現在最新的進展是說 前後任市府打來打去 柯文哲也在那邊東罵西罵 郵組繪也在那邊講 就說不是 那個費率 明明就是你柯文哲訂的等等的 講話來說 即刻解除2200元的 專案費率的合約 然後大家才發現 所以你的紙約是可以解除的 那我就要請問一下原子了 可以解除你不早解 你到現在吵架吵成這樣才說 我要來解約 你蔣萬安也在那邊拖啊 蔣萬安是預約啦 就是他本來三妹是2200 這是柯文哲的時候訂的 蔣萬安他後來是 好像經過七次議價 把三妹降到2100 那你不管有沒有紙約嘛 那個費率是就是固定的嘛 你不是說把紙約把它解除 因為費率在紙約裡啊 對 可是你到時候解除之後 廠商不願意做 其實警察局為什麼被掐住咽喉 就是因為廠商很硬 廠商跟警察局說 你要降我價是不是 降我價的話到時候服務 如果出了什麼狀況不要怪我 所以那個警察局 有一點頭髮忌氣 所以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談出一個 所以來的時候 就先把價錢送出來了嘛 送出來就是三妹就2200 但是即便是送出來之後 他們還是很認真在議約 所以後來才變成3妹的2100 那我現在不知道說解除了紙約 到底對這個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如果說你把紙約解除之後 到時候廠商就說 你還是要給我這樣的價錢 你沒有給我這個價錢 我就是不做 那會不會出現什麼資安的問題 這個部分可能有待 不是 你要怎麼會有資安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找人 講錯了就是傳輸的問題 就是你要找人來銜接 你當然要把銜接這一塊給他好 先找好嘛 對 對 所以 但是因為市府是今天早上 忽然間宣布就是說 他要把紙約解掉 那後續到底怎麼去跟廠商談 那可能這兩天 他們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答案 可是講完 講市府 因為黃珊珊有在講 他就說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所有的紀錄 你們怎麼會找不到 沒有 實際這就是一個羅生門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台北市政府 他也有去查說 當初柯文哲三妹2200 這廢率怎麼訂出來的 對 現在有一個說法 是說那時候廠商直接報過來 他就照單全收 連易都不易 直接2200 所以他們找不到任何的紀錄 因為通常會有個談判 我們有個會議 大家你說什麼 我說什麼 他說什麼 然後最後會有個結論 就訂2200 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那個東西 那你2200怎麼訂出來 不知道 然後有人在講法是說 這個2200會不會是用 郝龍斌那時候1妹760 1妹760他直接乘以3 變成3妹2280 然後去掉尾數變成2200 這樣子來訂的 妹可以乘3的 妹可以這樣子乘的 但是這個也很奇怪 就這也很奇怪 就兩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 剛剛大家講沒有乘以3的 就叫你去買飲料 比如說500CC跟1000CC的價錢 也不會高兩倍 因為你還有杯子的錢 就買二送一了 妹也不是這樣算的 而且時間越科技進步 那個傳輸的成本一定下降 所以你2200到底怎麼訂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柯文哲 自己要說明清楚的 等一下 袁織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你 尤淑惠也是這樣講 他就說好龍斌訂的是1妹760 乘以3 他覺得很奇怪 第二個問題是說 好龍斌有沒有要出面講 而尤淑惠作為好龍斌 重要的政治幕僚 他有沒有要講 請問國民黨有沒有要 你說講1妹760 我的意思就是叫好龍斌出來講說 為什麼我要訂這樣的母約 或者是叫尤淑惠出來說 我們當初是怎麼樣的考慮 其實我覺得如果可以出來講是不錯 你現在就打電話給尤淑惠啊 因為這個變成一個大家討論的基礎 就是說如果說好龍斌當初是基於什麼原因 訂這個東西出來 那當然他們考慮可能是說 因為要拉線要建制 你沒有訂一個比較長的約 你五年就跟人家解約 可是也沒什麼想做 我覺得也許是這樣不知道 就是他們到時候出來講 好啦你趕快講好龍斌出來講 但好龍斌比較久以前 我覺得比較 大家比較好奇的是柯文哲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知道李四川也跳出來罵柯文哲 那李四川出來罵柯文哲 李四川怎麼說 李四川說要不是你柯文哲咄逼人我 我連講都不想講對不對 就是說李四川的心裡是 今天是你沒有做好 你沒有做好 你還跳出來講說是別人沒做好 這誰聽得下去 比如說我在那邊講說 鄧宏宏你頭髮真的很少 然後鄧宏宏講說我沒有講 你就不錯 你還講我 他就來罵我 大概是這個意思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大家要開始檢驗說 柯文哲你在你的公文的最後一 你在快卸任的前兩天的公文上面 寫那句話 就是說什麼藍綠聯手財團 然後吃國家資源 請問為什麼你在第八年的 最後一個公文這樣寫 你前幾年你為什麼不做任何動作 然後第二個是 那你2200剛剛在講的 三妹2200到底怎麼訂的 怎麼會用760乘以3 你覺得責任其實都應該是柯文哲 柯文哲也有責任 但是他也不能夠都跳出來罵別人 你如果沒有罵別人 李四川說不定還不會罵你 所以我不覺得李四川 你要叫好了命出來講 叫尤時會出來講 其實我想第一個 柯文哲最後那兩句話 什麼藍綠什麼聯手吃財團 不好意思 陳從文的案子看起來 是藍白一起 對 我們綠的是怎樣 我生得比較不可愛 大家買都要買到 對啊 搜錢的陳從文 搜壓禁見的陳從文 中國國民黨籍藍的吧 沒錯 殯葬出的官員 民眾黨執政吧 對 然後那個時候你們也都有議員在裡面 藍綠 明明是藍跟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原則剛才講得很好 好龍斌應該出來講清楚 我現在好奇的是 我遇到張維元 遇到誰 林四川很好 大家出來講清楚 不進去開會 不進去簽到 對啊 好龍斌應該出來說清楚 我覺得出來說清楚比較好 然後都出來了 沒有 就講的時候跟做的時候不一樣 現在這個事情其實好龍斌的是 當年為什麼要簽這25年的長約 然後敢說可能為了省一些建制 基礎建設的東西 可能那個時候台灣官新是有的 很多 很多 第四台有 Cable TV有 然後中華電信有 人家已經有的 你可以跟他議價 服務 討論 甚至於投資公共建設 你卻讓台志光去從沒有到有 然後幫他找錢 保底四億 保證東 保證西 所以林四川議員那時候 質詢那個才是重點 我都現在希望至少好龍斌 或者是朱立倫要說清楚 當時在簽約2011年到2012年 台志光的股東成分裡面 到底有沒有朱立倫家族人在裡面 有或沒有 科學問題 那個股權嘛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那如果有 你當時為什麼一定要給台志光 中華電信既有的光纖你不用 第四台 第四台我們常習慣用 有些電視台的現有的光纖 你不用 要用一個全新的 要花台北市民的大錢 保底100億 然後柯文哲要講的是 你現在講到什麼 不拉威啊 早知道就是這個合約有問題 早就知道怪怪的 早就知道什麼 早知道你照簽啊 你不只照簽 還多簽更多月 你現任前還尾由16個標案 標給台志光 那你哪裡覺得他怪怪的 然後你2017年還簽了2200 這個高價 那1761那個價錢哪裡出來的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到底為什麼一般用戶的3MAY 可以1761塊每個月 台北市到底說我用量大 又是公益政府機關 然後我用保底 應該是比1761更便宜 1500 1200就可以了 還變成2200 所以這些都要講清楚 這件事情就是藍跟白 自己要把話說清楚 再講藍綠翻臉 我跟你講 柯文哲只見邱豪不見餘心 只針對那些小的 然後開始甩鍋 我就覺得很怪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 鄭運鵬他就PO了一個臉書 德德的爸爸 他這個重點畫紅線 柯文哲在這個案件上面 想脫罪還是裝聖人呢 他既然已經公開自訴 知道內情就表示 當年雖然這樣付款 自作聰明又在公文上簽出意見 這只顯示柯文哲膽小而且謝責 所以如果你知道內情 你就應該移送法辦 你想討好廠商 也想討好議員 小人很可惡 但偽精子更低劣 這個我要請教一下阿苗 那現在蔣萬安的補救之道是說 我把這個紫約給廢掉 不能廢主約就對了 蔣萬安跟柯文哲都在迴避一個問題 他們都在迴避當時好市府為什麼簽這個約 但是這偏偏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去講台北市長他能做的事情很多 首先第一個台北市長他可以把好龍斌 當時簽約的時候 所有的公文所有的招標的文件 所有的評選的會議記錄 甚至是包括了在簽約的時候 相關的簽程簽上來 一路就是怎麼簽的全部翻出來 就像剛才市中議員 秀出了一個內部的簽程 那只是這個案子冰山的一角而已 柯文哲有多少時間可以去調這些資料 跟各位報告整整八年 對 他整整八年的時間 他可以去調這些案件的資料公諸於世 他偏沒有做這件事情 他在最後一天說我寫一個公文 顯示我有罵了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如果做一個議員 八年的時間針對一個弊案 我都沒有質詢 卸任前最後一天發一篇臉書說 這個案子有問題 怪怪的 那這樣我到底是真的有要追這案子 還是沒有要追這案 沒有 第二個柯文哲當台北市長 講完當台北市長 他們還可以做什麼事 非常關鍵是預算自己編少一點 預算自己編少一點 你知道嗎 為了這筆預算 我當議員的時間 當然沒有市中議員這麼久 可是我當議員的時間 剛進台北市議會 看到第一個這個案子好奇怪 每一次市府編進來的預算 議會都要吵翻天 尤其是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兩派的議員真的是吵得不可開交 我特別在這邊講說 我真的是親眼看到 當時民進黨裡面 王世堅議員跟林世中議員 在政黨協商的會議室裡面 拼命的捍衛 對市民的荷包 然後跟其他不同的議員 槓上的時候是整個站起來 燒賣 在那邊燒爬 我問一件事情 柯文哲憑什麼說 這是藍綠聯合在貪污 綠的在黨 你知道我們議會政黨協商 有個慣例是 市長一定派一個副市長 跟所有的官員坐在那邊參加協商 所以柯文哲回去問問看 當時代表你參加協商的副市長兩個問題 第二問題 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捍衛市民荷包的是什麼顏色 如果今天柯文哲硬要扯藍綠的話 我跟大家講 在議會裡真的在黨台治光的 是綠色的議員 對 是綠色的議員 第二個 柯文哲你再問一下 當初你參加協商的副市長 包括蔣萬安 你也問一下你參加協商副市長 當今天議員在辯論這案子的時候 市府講什麼 市府講什麼 我在政黨協商的會場裡面 我從來沒有聽到 柯文哲或蔣萬安的副市長 站起來 或者是他大聲捍衛市府的立場說 不能夠編這麼多錢 從來沒有 沒有 所以他也乖乖點點嗎 所以你現在 你做市長的時候叫點點 讓議員在那邊幫你 看你勘警市民核包 問你是這預算 還是你自己編送進來的 你跟他講很奇怪 他如果站起來說 不可以賣那麼多錢 錢誰編的 兩個市長跟你們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重點就是說 議員是不能增加支出預算 以前人家說嘛 不僅讓青年朋友免費 假設你今天送來議會的預算 只有4億 議員不能加大5億 所以你這兩位市長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幫市民看緊核包 你預算自己編少一點 掐緊 你不要讓這個台志光在後面 有去遊說去運作 去上下起手 去要這麼多預算的這樣的空間 對啊 這不是很簡單嗎 所以我講台北市長 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柯文哲跟蔣萬安 在這個市議會有議員被搜索之前 都沒有做 柯文哲寫了一個公文說 你們藍綠聯手詐取 國家錢財 我都去 現在我要卸任我走 下一個市長給我處理 你當市長不是8天 不是8個月 是8年 對 所以我講 這個案子現在大家不要再互推責任 當過市長 好龍斌柯文哲到蔣萬安 每一個都有責任出來交代 第一個好龍斌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25年長約 你為什麼簽這樣的合約 你當初簽的時候 整個的過程 誰參與決策 這要講出來 沒錯 就跟大巨蛋案一樣 後來我們事後去檢閱 不是發現說李肅德在議約的時候 把大巨蛋的權力金 通通砍掉給廠商讓利 我們現在要看的 就是好龍斌時代 那些所有議約的經過 還有當時柯市服藥 或是蔣市服藥 你們為什麼陸陸續續跟台志光 還簽訂了這麼多的紙和約 對不對 你看柯文哲他是2014年底 接市長 從2015一直到2022 都是他任期內 他從2017年開始簽 跟台志光一個紙約 一個紙約 2019變成14個 2020增加到22個 到2021的時候增加到28個 2022他卸任的時候 已經增加到29個職約 那蔣萬安接手市長的時候 還有持續要增加 沒錯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說蔣萬安 講說要解除警察局那一份職約 都是隔靴搔養 因為你現在有47個職約 你減了一個 你還有46個 你還有46個 而且你母約裡面 每年保底4億的條款還是在 還是在 對 錢還是召開 你去秀一個說 我解除警察局紙約之後 你一樣 當年4月25年不就100億 還是一樣出去還是給這個台志光 對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跟蔣萬安很奇怪 你們兩個在那邊互罵什麼 因為看起來你們兩個 行為上對於台志光是認為 讚 好廠商 不然不需要一直簽一直簽一直簽 簽到了現在有47個月 如果他怪怪的 如果他A了台北市民的荷包的錢 你們為什麼要讓他一賺再賺 一直賺 賺到47 所以這前後三位台北市長 你們其實都有責任要講清楚 而且郝龍斌簽25年長約 25年什麼概念 我都老了 我都已經七八十歲 四分之一個世紀 四分之一個世紀 你們看得下去嗎 我老了 來 我要請教一下永宏 兩個人還互罵什麼 柯文哲說 我跟你講啦 簡單是輪不到你 因為簡單的事情我都做完了 不是啊 你不是智商157 你不是很厲害 那你怎麼不挑男的做 你為什麼要把簡單的事情 都做完了呢 好啦 黃志賢 黃志賢最近又PO文了 他說要追究 郝龍斌的責任 但是撰爆的可是柯文哲呢 柯文哲當了八年市長 沒有對台志光採取任何可以用的手段 一年負一年配合台志光 他的警察局長沒辦法跟市長求救 這個也是很悲創啦 就是說我市長不能救我 我跑去找林世忠議員 拜託你救救我 他下一句是重點的耶 竟然只能向民進黨議員求救 他就跑去找了王世堅 跑去找了林世忠警察局長 就拜託你們兩位議員救救我啦 然後25年不平等條約的是 郝龍斌撰爆的是柯文哲啦 然後柯文哲看起來 對於這件事情也著急了 擔心了 哇 在那個臉書上面很多小草 跑去讚瞎柯文哲啦 然後就被這個Grace發現說 不對啊 你這個小草 哇 現在已經到了挪威了 我們只知道挪威的森林 挪威只有森林 挪威沒有小草 小草永遠不會變森林 而且挪威的月光總是明亮 照耀在大地 它的湖面總是平靜 但是我們不知道挪威還有小草 他是不是真的有聲量焦慮 你這樣cue我 是我要唱了 唱起來 沒有 他到底在焦慮什麼 所以他有人吵架 柯文哲的焦慮是這樣子 他已經開始緊張 他就在他的臉書上就在寫啦 開始在罵 罵李四川 罵蔣萬安 為什麼蔣社 因為他本來編4.6億 為什麼蔣市府要編到5.5億 然後蔣市府今天就說 這個不平等條約我們要廢掉了 我告訴你 這幾個市長都有問題 我先講這一趴 柯文哲是要洗白自己對不對 他說他最後一份公文有寫什麼 他的公文批示說 這是財團勾結議會 我在講一次 他公文批 這是財團勾結議會 哇塞 你寫這幹嘛 你是電視名嘴 還是你是評論員 你是市長 財團勾結議會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叫正鋒趕快移送給檢調 對不對 財團勾結議會哪些人 把名字寫出來 你就趕快送檢調 為什麼不送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今天笑蔣萬安說 你看你多了9千萬 但蔣萬安跑不掉 為什麼我這樣講 如果是去年發生這個事情 蔣萬安就說 去年預算就不是我編的 是柯文哲編的 不好意思 今年的支付是誰編的預算 去年的市長是誰了 張萬安了 所以蔣萬安你已經做一年了 表示什麼 蔣萬今天這個動作 取消這個紙約 就是所謂增加 剛剛我們講這2千2百塊 這個傳輸費 這個紙約的廢調 我跟你講 表示他去年都可以做 那你為什麼去年不做 對啊 為什麼 重點在這裡 為什麼你去年不做 等一下問敬平 為什麼不做 他今天的作為就證明了 他自己 這是他去年就投 是他去年送出的預算 不是前年柯文哲送的預算 所以這是第二個荒謬的地方 就是蔣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 告訴他說 他其實去年就可以廢 他為什麼今年 因為今年火燒屁股 大家在看了 他就做這個動作 這動作幹嘛 做給人家看的 第三個我要講 柯文哲剛剛都罵很多了 就是說簽了四十幾個 這個不平等的條約 講白就這樣 他都不去做 他還批示了 他也不送檢調 然後他今天講說 你看是藍綠的議員聯合 貪污 有點怪 他執政八年裡面 執政黨是柯文哲白的 然後今天抓到貪污的是藍的 然後他說藍綠的都聯合在貪污 沒有 沒有 綠的議員是跳出來說 這個預算有問題 你有看過這麼奇怪的事情嗎 警察局長是去求綠的 拜託 你有看過一個市政府提出來的預算 然後國民黨的議員在那邊說 你這個預算不夠 要增加 哪有議員在要求增加預算 不要臉 更好笑是跑去找民進黨議員說 拜託你這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警察就要這樣做 你高於市價 每年這個審計部審計處 都會去審核你上年的決算 對 就你去年的錢怎麼花的 他就有一個報告出來 覺得不合理 為什麼你的錢比市價的還要貴這麼多 你警察局一定到時候 簽的那個公務員牙口無言 那到時候監察院如果要查我怎麼辦 大家也想說真的有差嗎 來電視機觀眾朋友 你們現在手機滑一下就可以 你們家不管是哪一個有線電視台 你只要查你們家有線電視台 那個你就查光纖 他就會把他那個電視台 有線電視台系統台 他的光纖費用告訴你 你就看一下你們家的光纖 再去比一下台北市政府 去編人的預算 想說是怎麼台北市編的預算 比我們當親菜找一個 有線電視都比較貴 這很簡單 這個都不用太高聲學問 你現在去查 你就查你們家有線電視系統的 那個光纖道普的服務是多少錢 那你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市府付這麼貴的錢 好都回來了 現在都到蔣萬安頭上 我剛剛已經講了 蔣萬安證明一件事 他去年可以出他沒有出 今年廢得掉就表示去年可以廢 第二個蔣萬安要公布所有的事情 也不要只是講柯文哲 所有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市中議員 已經公布了一個叫做內簽對不對 對 好 現在所有資料都在誰那邊 台北市政府的手上 蔣萬安手上可以公布所有資料 當初這個案子怎麼起來 就是郝龍斌簽25年的這個案子 25年什麼概念 假設每一任市長都是 簡單講25年就是換了 四個市長了 一個市長八年連任對不對 三任還餘一年 換四個市長 總統也換四任了 有沒有長 很長很久 非常久 而且還都連任 你好龍斌 可以去做一個動作 是讓一個財團 可以穩賺25年的 這麼好的事 你說沒有人做嗎 有的案子是講 因為沒有人做 所以我要給他可以回本 拜託那個時候 有線電視台可以做 中華電信可以做 遠傳可以做 台灣故障可以做 一大堆電信業者都在做 而且都很便宜 而且價錢其實是會 是 不斷往下 更重要是什麼 對啊 對那些既有電信業者 一定更便宜 為什麼 我的骨幹都架好了 我給你一間新的 我現在周鴻 我來開一間新的公司 我哪來的那個骨幹 我這樣是要去跟人家借 或者要自己拉 好 所以你把所有的內簽 當初是用什麼是促商 還是招標 招標的規格是什麼 會議是什麼 全部我請你講案都公佈出來 當然包括柯文哲八年 每一個紙約的這個 協約的這個 議價的過程 標案公文你全部露出來 包括什麼 包括內簽 內簽是最重要的 內簽裡面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 這最重要 我請你講案你都公佈出來 這樣子才能真正把這個B案 把它處理掉 否則啊 這又穿過水無痕 就像你看 講案現在做完這樣 你看看他也是 我忍過去之後 大家今天討論光鮮 不討論我講案跟凱胎案的狀況了 他就在避風頭 所以今天講案的動作 我再講一次 已經證明了他可以有所作為 對 他今天可以廢掉 他去年就可以廢 他沒有廢 表示他在怠惰 那現在請你不要再怠惰 把所有的資料都公佈出來 我想請問一下競平 那所以講案明明 你早就可以廢紙約 但是你要到現在 吵架吵一吵之後 你才說我現在要來廢那個紙約 然後他有沒有打算說 好 那我就公佈 台志光案從頭到尾的史末 來龍去脈 而且你要公佈的是編年史 你不可以只公佈斷代史 只公佈柯文哲的 你要從郝龍斌的時候開始 一路公佈下來有沒有這樣的打算 剛剛石七姐你講一下說 吵架吵一吵再公佈 我認為這也不是壞事 有時候你要針對這個廠商 他非常遏制有什麼狀況的話 除了是司法的這個還沒有定驗 以及定驗這兩個階段之外 還有現在在吵說 現在連這個台志光的負責人 雖然交保 然後陳崇文議員被收押 但這一次就是有一些賄賂 或不正利益的這個之間的往來 所以被檢方跟院檢 都認為不單純會擴大調查 那再加上政治的攻防之後 表示這個案子你一直累積 累積的他的社會輿論 即便風向對這個蔣萬安市政府不利 風暴也延燒到柯市府 以前的柯市府跟以前的好市府 但你就可以累積的 他這樣的一個足夠的能量 或者是我們一般在講的 政治的這個狀況 行話就正當性或怎麼樣 你就可以開始開刀 你就可以開始解約 就算現在今天講出來說要解約 所以他在等時機 蔣萬安 你那個時機時機還是要看 因為議會也會 還有議會4月8號正式開議之後 一定會炮轟 炮聲融融 這合理嗎 等一下要請議員 一定會炮聲融融的 我在等時機 等到三年後 是個好時機 我那時候再來解 我覺得可能等到三年後就沒糊 就來不及了 要嘛現在的timing 柯文哲也是等時機 等到第八年後 請約跟要件有沒有成立有關 這個也是啦 反正就是此其實也 大家都不能不否認說 現在這個階段 你跟剛好正要處理他 這個就要是廢主約的時間 這要處理這個案件 也許搞不好他今天講出來 廢紙約或者是廢什麼合約 也許到時候就像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苗布亞因為說他們在議會早就質詢過了 然後可能你們在議會就不會放過這個案子啊 你為什麼不廢母約要廢紙約呢 現在是因為名氣可用 大家都相信這個貪賭是事實 才有機會翻轉 否則一檢 石沉大海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不管名氣可用 此其辭業是這個狀況 你如果碰到這個情況 你再不好好快刀斬亂嗎 當然我用選舉的角度去解釋 好像對他來說在過於現實 但除非2026年他告訴我他不連任了 他不想選台北市長了 那你現在不處理的話 你現在累積了這個東西兩年半之後 2026年的下不要等到年底下半年 就開始初選完 或是沒有初選完 整個到了進入六七八月 這就變成工房了喔 那你現在要不要處理 所以我覺得講完是不是要被母約 這也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 你我也覺得OK贊成啊 要不然剛剛講的 為什麼保底25年一年4億元 保底就有100億元 而且你要講講看 台北市政府免費給這個台智光的公司 我記得好像是給他附掛那個 這個工具管道 他那個是廣告費不用錢 廣告費不用錢對不對 一公尺不是我記得1.2塊嗎 一塊兩毛嘛 全台灣都差不多價錢 差不多啦 反正一塊出頭啦 對不對 那你如果這樣整個包起來 台北市政府的廣告給他去附掛 這難道不用收費嗎 已經少收了6億啊 靜民你們桃園 我以前做台南市議員 我們在審那個第四台掛廣告費的時候 1米1塊 1米1.2元 沒有人敢講不要收 那都要斤斤計較 對 沒有人敢講不要收 為什麼台北市可以不收台智光的錢 連中華電信的光纖網路 在我們那邊去附掛的話 都滿要收錢 一碼歸一碼 所以我才說 現在台北市所有光纖業者 每個人都要只有台智光面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 他可以這麼恨行霸道的說 他可以這樣處理 問好龍兵 你要以系合約一起檢視 所以我贊成說不管苗博議員 市中議員 你們就在議會 就加大力道 你去監督質詢 我相信蔣萬安他們是政府 你就算沒有選舉考量 不是 現在是寄希望於議員 你該講慶成是政府 你們現在寄希望於 都是綠營的議員 對啊 合理嗎 然後國民黨不來開臨時會 沒有 臨時會是針對獵童安 國民黨要開臨時會 就可以寄希望給他 沒有給他進來開 然後你剛才講說選舉考量 拜託現在都是國民黨的議員 我覺得 就算沒有選舉考量 或是有政治考量都沒關係 他這個時候就一定要處理 現在因為是國民黨的少主 蔣萬安在執政 要救蔣萬安 你就好龍兵出來 出來講一講 你當初那個約 為什麼台資光不用掛線的那些錢 約從頭到尾是怎樣 然後另外 如果民眾黨要幫柯文哲講話的話 黃國昌也要出來講一下 哇 不是公開透明 不是這個最容不下貪腐 出來講一下 看看八年到底忍了哪些 你們都有責任出來 跟台北市民做個交代 不然我台北市民是怎樣 冤大頭 以為我有錢嗎 我有錢也沒有要這樣子花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我們要討論的議題 基隆 基隆的這個拆糧行動 拆糧行動連署16天 已經有7500多份 好 那這個 沙海公民拆糧行動 其實他們會不斷的 一件一件 他們覺得很奇怪 你謝國良不適任基隆市長 這樣子的行為 那他們之前我們大家討論了一大堆 什麼狗狗樓的事件等等的 那現在他們提出來是說 基隆市政府是裁測掉關銷處 當時的這個市長謝國良說 城市需要透過行銷 其實是對自己的城市不夠自信 所以因為我們基隆很有自信 所以我們就廢掉關銷處 不是啊 那我們台北市也有 新北市也有這個關旅局什麼的 就不斷的要做城市上面的推廣 基隆說不用 因為我們超有自信 我想請教一下瑞德哥 這個邏輯說得通嗎 我覺得個人認為 那麼這個基隆市長謝國良 真是不適處的英勇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我到今天才知道一件事 那個不是之前說那個李燕榮有沒有 對 只李燕榮非李燕榮 說成是民進黨的李燕榮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那麼林楚音的妹妹是不是 林茵茵 算 我今天有個機會 她不是啦 剛好跟林茵茵同台 今天才知道林茵茵親口講 因為她是發起罷免謝國良的 最主要的發起人嘛 今天她自己承認 她就是支持民眾黨柯文哲的小草 因為他們發起人很多都是年輕人嘛 對不對 所以她今天自己都承認了 而且她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 甚至有點哽咽 因為他們是自動自發 他們覺得基隆市長謝國良 為什麼可以搞成這樣 為什麼他要容忍這樣的一個市長 所以他發起這個罷免 結果竟然被人家污名話說是 藍綠 是藍綠對決是怎麼樣 他根本本身不是綠的 也不是藍的 他是民眾黨 他是白色的力量 他是小草之一嘛 他認為他只是很單純 因為年輕人有時候比較單純 看不過看不做 他就跳出來嘛 今天我有看到 有一位這個先生 這個做了一首歌叫 快樂的成年人再見 他是要罷免謝國良 基隆的天空藍得如此明亮 但市長的舉動讓人無法忍受 謝國良你是誰 你是誰給你的權力 在凌晨十分可以強行進入商場 說你沒有吸毒 說自己是快樂的成年人 然後呢 但城市發展停滯 許多人都憤怒 這是年輕人自己挑出來寫諸如此類的歌 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故意打成所謂的政治因素藍綠對決 這件案子裡面其實早就告訴你了 早就在很早之前 今天要死過了 4月1號愚人節都到了 你是2月1號發生的 我們討論的整整快要兩個月 都是你謝國良自己惹出來的 為什麼呢 你如果要避風頭 事實上倒個欠避風頭就沒事了 你竟然一二再再二三使火燒起來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 可以使火燒成這個樣子 現在電動車又來了對不對 電動車 現在不是有兩個零方案嗎 零費率的方案嗎 他放寬門檻 其實我們後來王毅川 王毅川那天講了以後 我真的去找對不對 真的有 不用基隆市政府就有零方案了 你知道嗎 但是不要高興太早 上面有里程限制 就對了 上面有里程限制 不是讓你吃到飽 每天騎著他搭的電動車 讓他在基隆到處跑 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問題是這些事情 又讓大家滾滾滾 那一款對基隆竟然要蓋個摩天輪 不爽的人 不爽的人那批人 緊接著來對這個等於說 本來要跳街舞 蕭女兒也在跳街舞對不對 他們本來在文化中心那邊跳街舞 這些年輕人 現在不是用弄草皮嗎 弄草皮 鋪了一個草皮的以後 這些不爽的人 不爽的人也加入對不對 這邊一個那邊一個 然後好今天發生一件事 今天有個新聞是什麼 在基隆海洋中心是不是 這邊海洋廣場 海洋廣場 會有街頭衣人在那邊唱歌 表演樂器等等 結果被檢舉 檢舉說 被檢舉什麼 這個地方不可以 因為在林佑昌當基隆市長的時候 好幾年這個地方是可以有 假日的時候大家表演 讓大家聽免錢 摸看對不對 像我今天去馬街醫院 去抽血的時候 旁邊在演奏樂器 我覺得很好聽你知道嗎 像我們如果帶了小孩子 去到海洋中心廣場的話 聽到有了街頭衣人在表演 你要嘛就打賞 你不打賞的話 大家就等於說 可以看免錢就對了 今天被檢舉 派人去了 先驅離先趕走 否則就開單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直接要準備要開單就對了 意思是這個地方不適合就對了 像這些民怨這些民怨 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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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加起來 我跟你說 你不要惹火 為什麼 搞不好泛士平成為第一個 接竿起義的 泛士平 因為他到基隆市去吃 花了好幾十塊去吃 供完湯只有兩顆 對 結果你謝國兩次 六顆 他沒有參加 李明說明會 李明說明會 他沒有資格 他不是基隆人的對不對 他還花錢去買 還兩顆 結果李明說明會 為什麼會有李明說明會 更好玩 是因為謝國兩怕被罷免 可是謝國兩 因為這個罷免行動 就持續的在累加 這個連署的分數 他也知道說 這個時候我應該要 給一點甜頭 給你們基隆人 然後所以他在電動車 這件事情上面 門檻一直放寬 一直放寬 然後但是累積的分數 還是持續 持續 我簡單補充一下就好 今天也不小心聽到一個 謝國兩不是現在說 放寬嗎 不要資格 不要做志工了對不對 也不用幹嘛 也不用幹嘛 45歲都叫年輕人 要罷免謝國兩 這些年輕人也去申請 但是他們繼續罷免 所以他罷免歸罷免申請 歸申請 那是兩件事 所以是兩件事 你在那邊放寬 其實以為這樣可以買通人心 抱歉辦不到 而且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基隆的議員浩瀚 現在看起來 罷免謝國兩的拆樑行動 有好幾件事情 這的確讓人覺得 怪怪的 譬如說 我們真的是很有自信 所以我們不用 不用行銷我們自己 城市不用行銷了 這也自信過頭了吧 然後騎樓要開始停機車 不是啊 現在不是都是機車要退出騎樓 要讓人走嗎 你這樣子不就是人行地獄了嗎 好 然後就說 我們要廣射 垃圾桶 結果擺在人家大樓大門口 這是怎樣 然後基隆海洋廣場 就是那個門面這裡 海洋廣場 我們來擺沙發 擺了一整排沙發 你們大家可以坐在這邊喝咖啡 不是啊 基隆多雨 基隆別名叫漁港 對 你要淋雨喝咖啡 所以你喝的是咖啡還是雨水 要不然就是好 皆沒下雨 大晴天 那個立陶這樣子 不知道 泵意會吸水 你這樣子會曬乾 不是 那個沙發會吸水 他可能是塑膠不會吸水 不知道 沒有 他真的是沙發 所以那個吸飽水 你去坐你的褲子跟裙子 算了 我輸了 我輸了你謝國良 然後就我們要鋪草皮 你看文化中心前面也鋪草皮 人行道也鋪草皮 不是啊 你人行道鋪草皮是 不是 它不是草皮 它是人工塑膠草皮 這個到底意義是什麼 厲害了 塑膠草皮防水了 我要請教一下議員 請問你們基隆到底 你們都不用行銷 行銷去喝咖啡也是不錯 其實跟詩七姐講的一樣 謝國良他在議會的時候公然說 其實基隆是一個好的城市 他不用再做多多的行銷 然而他過去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剛才有提到的像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 像超跑嘉年華 像海洋咖啡或什麼的 他其實一切一切的作為 就是在做行銷基隆 2月1號基隆警方和市府員員 夜襲基隆東岸廣場用電鋸破門 他今天還把所謂的 關銷處來做一個猜測 而且他成立的是什麼 他成立的叫做兒童處 現在基隆面臨最大的問題 其實並不是兒童的相關照顧問題 反而是這個城市嚴重老化的一個部分 如果要成立其實有很多民眾來講說 奇怪 那你為什麼不成立一個所謂的長照處 或者是說老人處 為什麼要針對兒童的這件事情 來做一個處置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也引發了地方 非常多的一個議論 然而我今天還是必須要講的是 就跟瑞德剛才講的 其實謝國良還是希望說 把這一件他的罷免的案子 操作成所謂的藍綠對決 尤其我們就了解的是 國民黨 市黨部 他現在還有非常多的小動作 持續來連署所謂的議長 議員的這樣的一個罷免的連署書 就是希望說罷免團體 在四月提出來的時候 也給所謂的民進黨的議員 來做一個反制 所以他們也在罷 仍然持續在進行中 罷這個民進黨的綠議員 連我自己朋友的家人 他現在還是有接到說 國民黨市黨部打電話 來要求他們去國民黨市黨部 來進行我們的議員的一個連署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恐怖平衡在概念 一樣 他那時候講說在議會 跟我們的同志的議長握握手 就說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要再搞下去了 結果誰在搞小動作 其實就是謝國王 他自己本人還是在做 這一些的一個小動作 另外一件事情 他到現在還不了解 為什麼基隆市民 對他如此的憤怒 剛才我們可以看到的 就是他過去的一些 荒誕的一個作為 包含這一邊 基隆的市民還有人戲稱 他叫做草皮沙發半操跑 就以前人家說東北三寶 現在變成基隆三寶 就草皮沙發半操跑 這件事情其實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也累積了非常多 市民他不滿的一個心聲 所以謝國王市長一直都覺得說 反正我就是用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 其實在網路上 我也看到一句話 今天為什麼要罷免 因為這些市民他們愛基隆 不想要基隆被亂搞 他們也希望說在未來的30年 是一個基隆的小孩子 能夠幸福過下去的城市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們希望的是 今天這個市長是真正愛基隆 而不是只是一個 讓小愛爸爸來管基隆的 這件事情 我想請問一下阿苗 就是說這個謝國良的講法是說 我們要裁測這個觀光局 是因為我們很有自信 可是台北市也有觀傳局 有觀傳局 觀傳局不是就是做城市行銷 台北市為什麼都自信不足 還要設一個觀傳局 台北市確實應該要加油 對不對 這個 全台灣大家都自信不足 只有基隆最有自信 我們400年的古都 我們也有觀傳局 而且人家謝國良不一樣 他是一個快樂 而且家裡經濟無語的成年人 像我就不敢說我經濟無語 我就輸他一截對不對 比較不快樂的成年人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他要有幾個局 幾個處 下面要有什麼樣的組織 最終市長他要一個肩膀 去擔他施政成果的責任 這個所謂的這個拆糧 罷免這些 其實看了也是他的 施政成績單在哪裡 回歸到我們經常講 解鈴還需細鈴人 今天謝國良 為什麼會有這個拆糧行動出現 其實主因還是來自謝國良 自己口眉遮攔 自己荒槍走板對不對 最早的口眉遮攔 我當選送狗狗 送在哪裡沒看到狗狗 還要染疫送一萬 染疫送一萬這些 但是累加的 就是說在之前的這些風波的時候 還沒有出現這些罷免的聲浪 可是你加到超過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這個罷免的聲浪出來了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沒有看到綠營去天柴火 都是謝國良自己 提歐救火火上加油 所以以現在 我們如果從政治面上來看的話 謝國良要如何的安全下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東岸商場要有個結果 我們這樣講 市長可以做很多事 以謝國良來講 他可以做的事很多 除了上法院打官司之外 他可以召集他新發包得標的微風 跟現在仍然有爭議的Net 大家坐下來談 用談的方式談出一個結論 這也是他展現 他的施政能力那種方式 可是如果說他完全就此 都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只會用一些 辦一些奇怪的活動 或是做一些奇怪的擺事的話 那他的危險就大了 因為大家市民監督的眼睛 是不會停的 然後再加上有這個 差糧的這些志工 都會經常去盯著說 基隆又有哪裡改變了 又有哪裡不一樣對不對 基隆縮小不小 但說大也不大 如果今天這些簽了他罷免 他連署的人 每天都在盯著他做的話 他真的是會有等於 等同放大鏡直接在檢視 對 所以我會認為 謝國良最近他懂得 這個閉嘴的智慧 這對他來說是正面的 就至少他沒有在亂開直播 然後亂講一些話 對 他很久沒直播了 對不對 然後他也叫他的這個 基隆市國民黨的主委說 不要去搞那個罷免議員對不對 這部分是有智慧 但問題是這是治標 你真的要治本的時候 你的政績還是要拿出來 不然的話到時候他即使撐過了罷免 他那個跳票市長 還有東岸商場荒廢市長 這兩個招牌跟著他如影隨形的時候 他下次真的很困難 我想請教一下浩漢議員 因為剛剛提到說 國民黨還是在私底下動說 要來這個恐怖平衡 罷免同職委議長 然後也罷免你 然後這種政治上 檯面下面的運作 對於基隆人民來說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 他們是會去附和 還是說對 我們就是要這個 來抗衡 你要罷良 我就來罷你 到底現在基隆人的氣氛如何 其實我覺得對於基隆市民來講 他們最不願意看到 就是所謂的政治鬥爭的 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 那對於 但是我不知道說 切廣市長 建國民黨 到底是怎麼這樣做思考的 因為他們還是認為說 這件事情是由民進黨來做發起 然後來做運作的 但是其實不是 因為近期大家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 我們罷免團體的裡面的成員 其實一一出來 來向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其實就是代表著基隆市民 對於基隆市政這樣的一個停滯 甚至是說這樣的一些違法的行為 荒誕的行為的一些不滿 我想除了這一個 剛才所提到的像那個草皮 對 超寶嘉年華 沙發 其實接下來這一個也是一樣 謝國王市長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在新春談拜 在市府的一個喊話來講 他裡面就有講到一點 基隆市政的部分的話 他要設置所謂的一個摩天輪 摩天輪或是他今年落實的一個 市政上的一個重點 那據我們所瞭解 其實很多市民對於這個好不容易 在過去林洋昌市長時期 在火車站前面 創造出了一個基隆數一數二的 國門廣場的一個空間 其實大家是非常的滿意 他那個視野是開闊的 是 因為過去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有一些長期的一些違建 我應該說建物在這個地方存在 所以過去的景觀 長期受到這些建物的一個遮蔽 所以好不容易把這個港區打開來了之後 結果謝國王市長 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要在這個地方蓋摩天輪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他第一個坐上去的來賓 應該是韓國瑜 他們兩個對摩天輪都有一種執念 對 所以我們也覺得 所以這件事情在地方來講的話 除了扮免團體來講 其實也有一群的民眾 針對於這個摩天輪的政策 現在也發起了一些的一個想法 甚至說未來他們也有可能會採取一些 對於摩天輪反制的一個措施 因為其實在前階段 就有市民透過基隆市的 iVoting的一個系統 針對於這個地方希望大家來決議 要不要在港區做摩天輪 你知道基隆市政府怎麼回應嗎 他說這個政策還未成行 那沒關係這件事情 我們不列入討論的範圍之內 所以沒有要理你們啦 對 他其實根本就是他想做什麼 就真的謝國王市長 現在真的是把基隆市 當成他的一個模擬城市 他想蓋什麼就蓋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是市民在這段期間 有不同意見的不好意思 沒有要理你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沒有要裁小你 民眾為什麼現在還在火大 為什麼分數一直持續在做累積 今天不是說如果他今天躲起來了 他今天不出面了 這分數來講的話 他的數量應該會急劇的下降 然而這一件事情連署還在持續進行 就代表其實市民的一個火氣 其實還是在繼續的一個悶燒 可是我想請教一下永鴻啦 就是說你看喔 到底柯文哲在這當中 會不會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為都說謝國良跟柯文哲的關係是好的 因為基隆的副市長邱佩玲 然後邱敏玉 小玉講了什麼 他說謝國良的媽媽是台坡家族的人 台坡大樓有兩層樓給柯文哲做競選總部使用 也就是說他跟柯和謝之間的關係是緊密的 而且是蠻良好的 所以在罷免案這件事情上面 柯文哲的態度就很重要 但是剛剛瑞德也提到說 發起罷免的其中一位年輕人 他就是支持白銀的小草 所以到底小草會聽柯文哲的 還是會聽自己的心 我覺得第一個要講說柯文哲在這個角 其實柯文哲已經講了 他覺得這個罷免是政治操作 他已經覺得他不支持了 那為什麼柯文哲不支持 絕對不是因為這件事情是不是政治操作 柯最喜歡政治操作 我們剛剛講台志逛市他就在政治操作 說都是你們議會在什麼藍綠搞在一起什麼 為什麼這件事情他又突然就噤聲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基隆其實在選舉的期間 當然包括上一次的這個市長選舉 其實他們是藍白河的示範區之一 尤其是去年立委選舉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看這個謝國良的副市長是誰 邱佩玲 邱佩玲嘛 那是誰 那是那他算是邱雙胖的女兒 但是他就是民眾黨的 他不是國民黨跑去當副市長 他是民眾黨的嘛 對不對 那這對柯文哲都是不是一個很大的favor 是啊 我養你的人 因為你我讓他來這邊做副市長 好不好 很好 第二個就名譽講的嘛 就是因為謝國良要叫台伯舅舅 他媽媽那邊 因為他要叫他阿姨 親阿姨 不是人的 不是錶 不是鼓錶 不是那個親阿姨 所以他跟台伯是有親戚的 而台伯對柯文哲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幫助 有啊 台伯大樓下面兩層樓給柯文哲主席在用 所以他們會利品 所以他們是好朋友有交情 包括透過台伯 包括透過秋 他們就是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柯在這件事 他會晉升 是好 但是這件事情坦白講 只有謝國良可以罷免謝國良 說真的 為什麼 如果謝國良不是一直跳出來引戰 這個單純 當然他第一件事 他這件事就真的做錯了 那他就承認錯誤 交給法律師處理就好 就最開始東門這件事情 半夜去強拆人家的東西 去拆索 去強盜 好 他就開始去做直播 開記者會 說自己沒有吸毒 然後請里長吃飯 市政說明會對不對 然後開始加碼 罷免開始之後他開始加碼 電動車開始送 對不對 開始加碼 還傳出說要去罷免議長 我第一次聽到市長 發動人去罷免議長 好酷 我告訴你 柯文哲不用出手 但是小草未必都會聽政黨的 為什麼 因為小草就是小草 這件事情為什麼柯即便出手處理 還是有可能罷免的成功 很簡單 罷免只要兩件事 一個要仇恨值 一個要好笑 我跟你講 你光是仇恨值 仇恨值很難擴散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仇恨值你要去加碼 要加柴火 謝國良仇恨值是誰加的柴火 他自己加的柴火 我罷免第一階段分數達到 要一直往下連署下去的時候 你就宣稱說 你要加碼這個電動車 對不對 然後我們開始要罷免 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請大家吃這個 又有這個炒麵 然後又有這個貢丸的 對不對 人家會覺得說 你是花錢在買我 這個是你自己在加柴火 會讓金融龍覺得說 那現在怎樣 你是用花錢來買我的意思嗎 用市政府的預算 再加碼東西花錢買我 其實對基隆市民來說 才覺得 所以那個仇恨值會更高 你把我當什麼 更羞辱 那好笑是 他有沒有好笑的 有嘛 從他一開始開直播到現在 他的這個包括電動車的加碼 可是他現在不開直播不好笑 電動車加碼也很好笑 因為人家說 這個有點像百貨公司有沒有 我第一階段達標的時候 我打八折 第二階段達標的時候 我加碼送什麼東西 人家想說 哇 我第一階段達標你就加碼電動車 那第二階段 你是不是要加碼那個什麼 本來是電動機車 現在加碼電動汽車 所以這也是笑話 所以我跟你講 再加上剛剛講說 這個基隆有三把對不對 沙發草皮 半操跑 這些像就是 仇恨值是你自己加的 好笑值是你自己加的 那當然只有謝國良 可以罷免謝國良 的確就是說 人民到底基隆市民 是怎麼樣子看待市長的施政 那個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要來罷免後外議員 罷免這個議長同志偉 其實用政治的手段 會有一些力道 但是他不是最後決定的原因 如果講到這個地方政府 我們還是要來關心一下 新竹 為什麼要關心新竹 是因為 新竹的一個高中校長的 續聘評評鑑案 結果被教育部發函說 你的程序有瑕疵 麻煩這個事情應該要重來 那為什麼有瑕疵 其中有兩個 其中有一個評選委員 他現在限職 已經不是在擔任教育界的人 他是前任的 所以他的資格其實並不符合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評鑑委員是誰 叫做 謝宏年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名字很熟 謝宏年又出現了 而且又是新竹有沒有 他上一次出現是在什麼時候 他上一次是寡婦樓的 環評主持人謝宏年 他現在又出現在一個 校長續聘的評鑑案當中 哇塞 謝老師 通才 這個我要請教一下 瑞德哥 請問新竹是沒有其他人 只有謝宏年這位通才老師 事實上我會覺得 那麼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這個是校長 臨聘的過人當中續聘 那麼委員之間的一個糾紛 那麼我會覺得 公安市長他的說法是說 他是沿用前市府的 這個等於說臨選的標準 那麼如果這個108年度的時候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標準 那時候就有瑕疵 我不管有沒有瑕疵 我只看現在 如果現在有瑕疵 你就不要按照這個 所謂的評選標準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看起來是小事 但是問題是 現在正在高宏安的 生死存亡關頭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各位 馬上4月1號愚人節就到了 對不對 4月1號愚人節就是 這是馬英九要去 那個中國訪問的第二次 然後緊接而來 5月底的時候 高宏安密集審理的案件 即將到最後的一個階段 也就是所謂的辯論終結 那麼最快6月 他一審就有可能會宣判下來了 在此多事之秋麻煩一下 高宏安事實上 他應該讓他的新竹市 最好沒有任何的瑕疵 或是最好沒有任何爭議性的話題 讓自己平安的 能夠這樣子度過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一旦等到6月 最快6月 最晚大概也不會拖到7月多 那麼一審貪污 直接下來的話 一旦判決有罪 不管刑期是多重 他馬上就被停職了 停職就等於解職了 只是說要等到官司告一段落 你的新竹市長馬上就沒有了 為什麼這樣特別強調 新竹市就剛剛講的 基隆市一樣 我問你 新竹市在林志堅當市長的時候 基隆市在林宥昌當市長的時候 這兩個市 過去都叫做直轄市 這兩個直轄市 給人的感覺是怎樣 給人的感覺就是脫胎換骨 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 對 當你們兩個一個高鴻安 一個謝國良去當市長以後 兩個市變成怎樣 都是負面的消息 有沒有 到現在請問一下 到現在為止 新竹市的棒球場 挖成什麼樣子了 能用嗎 林鄉都已經跳槽到魏玄龍隊了 你知道嗎 你不要一直執著於林鄉 你知道嗎 好 我不要執著林鄉 李多輝都跳槽了 你知道嗎 我就知道 兩個人都跳槽了還要怎樣 你知道嗎 兩個人都跳槽 這個球場到現在還沒有用 你到底要怎樣對不對 你現在又連校長林平又有事情 怎麼那麼多事情 這麼多事情就對了 我覺得是不盯著他 他就在那邊下面在那邊搞 不容易最近不是已經離開回建築了 對不對 大家 唯一讓我們覺得新竹市的建設公司 不是不錯就對了 都興奮豪債就對了 新竹市變成輪圍這個樣子 就像剛剛講的 我那時候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基隆市說超跑去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超跑為什麼會跟基隆 因為基隆的道路不是那麼寬 很窄 很多超跑去對不對 過去果然就在那個地方 咻咻咻咻 那個輪胎 留在基隆市 弄了一大堆的那個開痕 我問你 去那邊演唱唱歌的演奏業績 按照道路規則 處罰條例要開堂 像這樣超跑要不要開單 不可以整個亂七八糟 噪音對不對 不可以這樣 我不是仇富 雖然我買不起 但是問題是 我不知道這個跟基隆 有什麼關係 連不起來 因為他可能會連想說 國際郵輪 跟基隆市長關係比較好 國際郵輪可能比較來 基隆市長比較喜歡這一套 基隆市長喜歡的 跟基隆市民喜歡的 顯然是兩回事 這不是用一碗裡面 有六顆貢丸 就可以收買的東西嗎 所以玩玩笑好不好 基隆市跟新竹市 已經一年搞了一年多了 可以了吧 一年多負面的新聞 把乾淨的基隆市跟新竹市的天空 還給我們了吧 不要這樣子一直用人為親 我們還是會持續盯著你們這些 很會搞東搞西的這些事 不然貓不在 老鼠就作怪 不注意你下面就一直在給我搞事情 像話嗎 來 我們也要關心一下中央的國會 因為今天 等一下要請教一下定宇委員 哇塞 你們立法院超熱鬧 這是什麼 傅崑奇提了一個案子 花東塊特別條例 然後他就拍桌大罵王國才 因為交通部有說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然後傅崑奇怎麼講呢 你對花東塊心見 打通內心支持還是不支持 支持進入長期可行性的評估 整清了嗎 你越來越像政治人物囉 王國才說 要不然我就不會重啟 可見我是真心的 傅崑奇在那邊講 你摸著良心 在求婚當下對待你在講什麼 國會殿堂上面 你在那邊胡說八道些什麼 傅崑奇 傅崑奇還說 報告寫什麼 至愛難刑 違憲 還見大法官羞愧 你玩過才很羞愧 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解釋法律 連立委都不能解釋法律 柯建民一天到晚 大法官上身 我們國會有尊嚴 你怎麼會在這邊給我說三道四呢 柯建民也有說法 他說特別條例或預算案 是由行政部門提出 立法院哪有人家自己提的啦 自己提了之後 那如果你花蓮提了 等一下競評你們桃園也可以提啊 我們台北要提啊 每個縣市通通提 交通部都給我乖乖做 可以這樣子搞嗎 我要請問一下定語委員 你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講這個危險 你大法官有 大法官上身喔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個個案 這一屆的立法院開會到現在 坦白講我在立法院看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會 並不快樂 我也不會去看到國民黨在那邊鬧這些笑話 你就覺得啊 見烈欣喜沒有 國家會因為這樣子付出代價停滯不前 分三件事情 第一個 先講最基本的 權責的問題 今天復坤期間有回答一句話說 那個做民意代表不能提增加預算之案 那個是紫玉算案 這個法律案不一樣 他自己他自己都在點大法官了 所以法律案通過一樣不用便宜算了 他提了2500億 今天行政權跟立法權是分開來的 我們在大法官釋憲案 好大概有三次的釋憲案 都用了叫做權力分立 監督制衡 什麼叫權力分立 我當立委 我可不可以兼檢察官說 我覺得瑞德看起來有罪抓起來 不行 那不是我的權 我要嘛我就去考司法官 受檢察官訓練 根據證據 根據法律 我就好好當一個法律人 司法人 立法委員跟市議員一樣 當然立法委員立的法他是法律 市議員常常通過的案子叫建議案 我們在權責上可不可以這麼做 比方說我現在高雄市議會 我台南市議會 我議員夠多 我來通過一下 我來提個案子 我那個區要建設 請市政府撥個100億 在我的地方把水溝路通通弄好 可以嗎 你可以質詢逼行政權做 而不是越主代跑 立法權跑過去兼行政權 所以第一個權責他有分開的 連他復興旗自己都知道 很多行政權你當過縣長 今天人家查了 如果我們要花東建設或離島建設 像我在台南我要推86號 下面的道路要打通的時候 交通部一定問我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委員你們地方政府 列案送上來了沒 你地方政府 你知道我當立委也不能大到說 台南市或花蓮縣 我就叫他怎麼樣 就算是老婆當縣長 還是有行政程序 花蓮縣根本沒有把這個案子 列案送上來 沒有 花蓮縣政府沒有這個案 那你現在提這個案子 在打空炮彈 我中央就提 我在立法院提 你中央提 我們建議這邊要開個路 我們建議這邊要弄個交流道 我建議鐵路地下花要延伸到哪裡 一定有一個地方是行政權 地方行政權跟中央行政權 我沒有講黨派 不同黨也是一樣 你要把這個案子送上去 你要列進去 然後可行性分析 相關的評估 那個是有一套行政作業程序的 不是土皇帝說 我的妹 你金正恩 你可以這樣弄 那乾脆把王國才拖去炮絕 還選絕 在你花意 所以我跟你講第一個 不要這樣 在權責上 地方行政跟中央行政有一套作業 這套作業是為了預算的控管 是為了可行性 為了不浪費公帑 然後民意代表可不可以月主代表說 我通過法律叫你花一千億 兩千億 三千億 不行 你可以提法律案 但這個是在行政權 第二個在專業上 今天花東 你想想看 花東有很多美麗的風景 也有脆弱的地質 你真的能夠這樣子通過條例 我在那邊要幹嘛就幹嘛嗎 這邊有很多專業要討論的 還評要不要拿掉 要還評吧 可行性分析 所以在專業上 他這個法裡面也不顧這個 我最後講真正是問題在態度 國民黨立法委員 比民進黨多一席 政黨比例代表票 民進黨比國民黨高 今天一個席次多過民進黨一席 總統行政權還是民進黨 可是現在立法院他呈現態度是 我要你怎麼樣 敢 真的敢 我要讓誰提早拿到身分證 我來 我要把這個東西改掉 我來 我要在立法院設特徵組 我來 我要在立法院要有調查 我問你的話你不准回答 我上對下 如果你回答我不高興 關三年 只要我要通通可以 然後這個 對中國那邊的態度 以前還會避諱現在 我高興怎樣就怎樣 我可以幫中國做解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的態度是台灣人民 給你的嗎 太平島碼頭整修完工 本週講的話嗎 這些人生攻擊的 我這樣 畢 傅崑崎現在是國民黨的大黨邊 對不對 他總招 他這種表現你覺得OK嗎 要不然就說 那你們桃園 你們也叫桃園的立委說 王國財你要給我蓋桃園的 什麼什麼什麼路 可以這樣 我覺得像定義委員 他也是選區區域選出來 傅崑崎委員 當然也是這個選區選出來 他富有這個選區民眾的這個所託 他提出來為民喉舌為民發聲 我不覺得他哪裡有一些問題 我哪裡錯了 那傅崑崎委員他提出來 包括這個花東建設 他對花東建設 他提出的是花東快速道路 花東快速道路特別建設條例 這個不是預算案 這個是一個法案的這個條例 你們可以打臉他 然後到最後又像之前 這個其他的這個法案條例 以前包括徐政委 因為他以前也做過類似這樣一個舉動 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可能也是無疾而終 但沒有關係至少不崑崎 讓民眾看得到他幫選民 和幫選區發聲 為民喉舌之下 他做了什麼他說了什麼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 那他為什麼要罵王國財 說三道四 金平沒有人反對 為自己的家鄉爭取建設 應該的 好 第一點 你要提這個 既然花蓮縣市縣政府是你 另外一半在擔任縣長 你也當成縣長 你地方沒有案 第二個 為什麼說這個案子有問題 我86號從關廟延伸到內門 我爭取這個案子 你知道所有的建設案 都要先經過可行性評估 綜規就綜合規劃 最後走環評 最後框預算 他有一個程序的 他提這個特別條例 要閃過這個直接弄 你贊成這樣弄嗎 那這樣的話 以後不管是桃園的捷運 台南的輕軌 我們通通都提案 弄個特別條例 通通閃過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跟環評 可以這樣做嗎 這樣做還有行政權 沒有 他就切割了碎碎的 第三個我跟他講 那個態度的問題 這不是我提高表格態度 我幫花東講過話了 最後怎樣 做不成都中央不讓我弄的 我們在爭取建設 你甩鍋 他到時候他就會說 這個叫不負責任 在爭取建設的本身 你知道我剛才講的 可行性評估綜合規劃 跟環評到最後框預算 我已經把它省略了 前面還有很大段的綜合意見 比方說花蓮 花蓮要的是什麼 是這樣直接花一條信過去嗎 所以在這個案子上 他沒有呈現要建設 他呈現是我要修理部長 我要呈現都是部長在擋 我很認真在做 這個態度 你該把它形容成為地方爭取建設 我覺得他是讓地方建設不成的 一種態度做法 我認為他也許很急切 但不應該用這個方法 不是比賽吵架嗎 我覺得他這種表現看起來就是 花蓮將軍我有提了 壞人是誰 王國財 壞人是誰 民進黨 你看我講成這樣 他們都不給我過 所以委員你剛剛講的 有那種味道 沒錯 但是有那種感覺 但是如果你們在中央回運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跟交流不講 委員你剛剛講的說法 你可以跟他好好的做一個 沒有 他就沒有要好好跟你講話 你以為王國財上去就跟他變 他說不要跟我說三道次 官員到他辦公室溝通幾次 要不我講 他這個條例 綁了2500億預算 他就是一個特別預算 特別條例 你剛剛講的說法 你可以教王國財 然後你教王國財 好 你就跟他溝通 這問題是怎麼樣 他就包括石欣姐剛剛講的 如果各件事都來 這個可以去做一個政策的理性思辨 覺得民眾你看得出來 就是那個態度上面 然後到底可不可行 剛剛瑞德哥有特別提到 馬英九 4月1號愚人節 以後出發到中國去訪問 那他其實也滿喜歡去那個訪問的 就是卸任之後 到年限可以的時候 他已經去了一次了 然後這一次是第二次 他也針對兩岸關係 必須相信習近平 曾經發表過這樣子的言論 好啦 再來另外一個話題叫做 蔡英文要登太平島嗎 馬英九說 國安局 你的違案說法不成立 陳水扁跟我 我們都可以處理 蔡英文應該也可以 我當初我馬英九就有去 我要請教一下永鴻好了 應該要去嗎 蔡英文 你這個不要找藉口 我馬英九都有去 你知道這個馬英九 我直接講結論 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馬英九跟國民黨 期望在南海的事件上 跟中國唱雙簧 我再講一次 國民黨跟馬英九 就是要在南海的議題上 跟中國唱雙簧 為什麼這樣講 馬英九有去對不對 我先講馬英九 當年去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他怎麼講呢 馬英九馬總統登太平島 好什麼時候呢 這個2016年的1月28號 馬英九跟太平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怎麼講 他說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兩岸中國人都有責任維護中華民族的主產 要是蔡英文這個時候去 告訴你 又上了當了 他們就一樣的講說 連蔡英文都跑去 兩岸中國人都責任維護中華民族的主產 要是蔡英文這個時候去 告訴你 又上了當了 他們就一樣的講說 你看 連蔡英文都跑去 兩岸中國人都有責任維護中華民族的主產 共同維護我們的主產 為什麼這個時候會要這樣 為什麼那個時候馬英九去要這樣 我告訴你 大家講一個時辰 2012年 中國跟菲律賓發生了黃岩島的爭議 他們開始提出九段線 簡單講九段線什麼 就是這一大塊 南海的這一大塊 中國說聲稱這邊都是他們的 然後聯合國 國際法庭也受理 要處理這個爭議 到了2016年之前 2015年底的時候 中國感覺不太行 好像到時候會判說 中國輸 主權不在中國 所以那時候 馬英九做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跑去馬錫會 大家記不記得2015年的年底 11月跑去馬錫會 馬錫會之後多久 馬錫會是2015年11月7號 馬英九是2016年1月28號 不到兩個月 他跑去登太平島 為什麼 就我剛剛講 因為國際法庭已經要把 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判輸了 一直都說你在中國 在這邊沒有主權 所以那時候中國就要馬英九 跑去太平島 表示什麼 因為國際的認知就是 你中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宣稱有主權的地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說 那個主權就是我的 簡單講就這樣 我們現在太平島主權有爭議嗎 沒有爭議 太平島主權沒有爭議 現在有爭議的是誰 有爭議是南海 包括南沙群島 西沙一些 跟菲律賓跟中國有爭議的 所以他們從去年12月撞傳 到今年到現在 這還不是我們的新聞 這去我們中國的視頻 抓下來的新聞 新聞寫什麼 中國的海警很勇猛 對菲律賓的船艦 直接開火水炮 對不對 他們有爭議 人家在那邊吵架打架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一群人呼籲小英總統 到一個沒有爭議的太平島 本來就是我們的地方 然後說去那邊宣誓主權 宣誓什麼主權 那邊叫做去跟中國唱雙簧 我建議馬英九跟這些 要維護主權的人 去香港就好了 到九龍 還是你要去那個地方 喊一下中華民國還活著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 立委跟前總統 OK 捍衛主權 中國的華春瑩 樂見去太平島 你不覺得這很詭異的一件事情嗎 今天在太平島 你不能只看太平島 要看整個南海 太平島是我們國家的主權 沒有人挑戰 就算有身所權 最近五年來沒有新的事件 去挑戰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實質控有太平島的事件 所以去或不去 我覺得選擇對我們國家 利益有利的時候去 我不反對去 但要選擇一下 怎麼做對我們國家最有利 菲律賓跟美國跟日本 在4月11號三國元首會議 定調是中國擴張主義 中國灰色地帶衝突 導致南海緊張 你台灣這時候 不管哪個政治人物 總統也好 或者立法委員跑到那裡 你到底是站在民主陣營 希望維持穩定 還是站在全世界 唯一的麻煩製造者 中國要升高南海的 那個地方的緊張氣氛 很簡單台灣選擇的大家立馬 你站在自由民主這邊 還是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邊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去沒有急迫性 我們應該好好選擇一個 對台灣最有益的 那現在最吊詭的是 520我們現在總統要就任之前 馬英九不只愚人節要跑到中國 所謂的那個要去尋根 然後還搭配的說 趕快參議院去太平島 國民黨你知道這次報名的 國民黨整團的要飛到太平島 好像旅行團一樣 可以去啦 我覺得那是立委職權去沒有關係 可是要去 大家都成熟的政治人物 靜下來思考 這時候去對台灣的國家利益 到底好或不好 全世界發表樂見的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你到時候到太平島 菲律賓要不要抗議 菲律賓一定抗議 越南會不會抗議 也會抗議 當他提出抗議的時候 菲律賓 美國 日本 然後連動到AUKUS 英國 澳大利亞 還有這個跨的 連動到印度 這些國家包含北約 因為菲律賓可以抗議 台灣成為在南海跟中國 為二被抗議的國家 這樣去對台灣 真的有符合國家利益嗎 覺得馬英九 你有你自己的鄉土情懷 或者要化毒箭筒 是你爸爸的遺願 那是你的事情 請你不要忘記 你曾經是民主國家 選出來的總統 2300萬人國家利益 還是很重要 敬平我想請問一下 馬英九4月1號要帥團 訪問中國11天 然後現在越南海 現在的狀況比較緊張 那如果馬英九覺得 蔡英文去 蔡英文去 我以前都有去 會不會使得整個南海的情勢 變得亂上加亂 又添亂 第一個 蔡英文身為現任的總統 雖然520快到快卸任了 他去不去我覺得他自己會決定 他畢竟是現任的三軍統帥 馬英九在那邊塞人什麼 我覺得卸任的總統 不宜對現任總統的 去指指點點指三道四 至於他去大陸 我倒覺得無所謂 因為覺得他卸任又沒事 他要去哪裡都沒差 可是中國今天 他們的講法是說 非常歡迎馬英九先生 來這邊 因為可以讓兩岸相互了解 並且心靈契合 共同什麼和平兩岸什麼鬼的 因為馬英九又不是第一次去 但是被人家又很捅過去了 中國大陸的用語一定是這樣 重點是他到了這一次 他到了北京 北京是天子腳下 是習近平的地盤 是中南海所在地 到底是誰見 誰會接見馬英九 可能到時候大家會關注 那誰見馬英九都是 可能中共他會安排鋪陳的一個點 但見不見 習近平見不見馬英九 我覺得搞不好人家不見了會見 他身為國民黨的榮譽黨主席 他雖然不是現任 但是至少在國民黨裡面 就像大家所賦予他的一個角色功能 他就是一個國民黨的大佬 也算是大咖 講話會有份量 所以對於對岸來說 這是宣傳的好樣板 他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都馬英九都馬英九 然後也是一會 也是二會 也是三會 也是八會 然後每一年都幫人家 幫對方製造了一個吃豆腐的機會 這也是很奇怪 到底是有多好吃的豆腐 最後一點時間我要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被發現說中共的這個演習的畫面上面 看到說不對啊 你那個背景是我們台灣桃園 菊光跆拳道館 沒有錯 所以他們要打桃園為目標 故意的 故意這樣弄的 為什麼 因為過去在甘肅 在新疆很多地方 包括朱日河的基地等等 都有我們台灣甚至於把清泉鋼的這個機場 那個模型 弄了一個一模一樣 為什麼知道 因為美國人造衛星空造圖發現 那有什麼機場的機場 結果後來從機場的空拍圖發現 不是跟清泉鋼機場一模一樣 這樣以前常常發生過 然後也把我們中部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大渡山附近 因為是中共解放軍要攻打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點 因為居高臨下下面就是清泉鋼 所以也可以截斷台灣兩邊 所以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一模一樣等比例的 他們也這樣造 然後朱日河基地裡面 很多也是跟我們一樣 繁體字的繁體中文等等 所以這次包括桃園的這個跆拳道 不過要提醒他們 有時候要注意為什麼 在他們基地裡面弄這個東西 不足為奇 但是不要把小熊維尼 不小心弄進去了 那個基地的司令官可能就拔掉了 所以他們自己要小心 這就是要動和你說 你看我們在演習的時候 我們隨時會打到台灣來 用RQ式的戰法告訴大家說 我們用宣傳方法說 你看我們解放軍多棒棒 我們隨時都可以攻打台灣 可以把台灣拿下來 這就是他們的心理戰的一個目的 心理戰 恐嚇 不過瑞德哥剛剛有貼心的提醒 小心不要讓維尼熊出現在你們的營 這個台志光的監視器弊案呢 台北市的前後任市長 吵得可是很火熱啊 柯文哲說的是理直氣壯啦 講得一副很厲害的樣子 如果他還是市長陳崇文 就不會遇到這種事情了 所以因為他一定會把整個事件給擋住 但是柯文哲他沒有說的是這麼厲害 那怎麼還簽更多的紫約呢 好幾十個紫約呢 讓台志光賺更多的錢呢 和陳崇文的好交情 他們有沒有討論過台志光的案子呢 如果柯文哲認為說 台志光案很奇怪的話 為什麼不斷的縱容 下面的各個局處 拼命的簽很多很多的紫約 這些柯文哲有責任 應該要公開透明說清楚 而且現在民眾黨聲量最大的 包括了立法委員黃國昌 你是不是也應該要出來主張 我們要成立調查小組 要組這個調閱委員會 要查幣呢 怎麼都安安靜靜 好啦 今天節目時間到了 明天晚上同一時間 許桂亞會回來 謝謝 拜拜